重新建立完成的S2T反潜機 也是軍事未公的鯊魚機 15號在亞洲航空的贊助之下 刷到德洋建園區加石町在完成 身為一個六海空三軍座船的軍事經典 市長委台21號也清新向市民進行介紹 搖車全國的軍事未到台南調整 真的是非常感謝我們屏東基地 能夠把剛剛退役的鯊魚機 然後一台就給台南 然後感謝亞航能夠幫忙 幫忙這個運送 幫忙拆解 幫忙組裝 幫忙上漆上色 這個S2T鯊魚機是全世界少數 非常少數就有鯊魚塗裝的S2T 所以非常具有歷史意義 也希望各位好朋友 來要一睹鯊魚機風采 還有看看我們已經超過五六十年 超過七十年歷史的這個M5 這個戰車和M8自走炮 這隻鯊魚機的機身有十三點二十六公尺 實際又較有十二點十二公尺的看 官方即使有五米多塊 但兩有八千三百多公斤 運送最多的不簡單 經過幾十年的幸福和賓國 總算在今年五月在國防部空軍司令部的動議 令車完成參與 市長也在記者會上方方方感謝 贊助亞洲航空 代表台南市最最新意的感謝 觀光路由協物結合華黨推出穿梭古今戰場 該透台南軍事數的折業地盜 為軍隊歷史的角度來看台南 介紹國時期的戰術維持和歷史背景 以及各大軍機設備的電視點 南天新聞小明星安平蔡永報道